有代購業者以代購日本商品的名義 涉及非法走私加熱煙 是一位陳姓男子在臺灣進行日本商品買賣 不過他找來外籍人士 協助他從日本攜帶加熱煙闖關進到臺灣 接下來再進一步的販售給民眾 警方接獲線報立刻展開調查 發現倉庫裡頭藏有超過十三萬盒的加熱煙 還有加熱器帶到欺人 上外日籍男子透過翻譯了解狀況 涉及不法案件也只能乖乖配合警方上扣 原來他涉嫌走私日本加熱煙進入臺灣 而警方向上追查更追到背後主嫌 藏庫裡滿滿紙箱裝的都是非法加熱煙 警方大動作追棄查扣總共十三萬八千包 原來主嫌陳姓男子在臺灣做日本代購 全臺有七間門市賣零食也賣誰產品 沒搬上臺面的是加熱煙 他找外籍人士不定期到日本帶貨入境臺灣 熟客在賴群組訂購 接著再到門市取貨或是提供貨到付款的紀件 時機回到店家門市 明明是假日去世緊閉鐵門 賣那個一些零食之類的商品 他早是用挖很快的電池 後來就沒有了 他就撤掉了 這加熱煙一盒成本大約台幣1600元 嫌犯警人帶進臺灣再以2100元左右賣出 一盒僅賺500元 卻讓他願意挺而走險 走私販售超過一年 家庭法官裁定 陳姓被告30萬元招保 中國籍周姓被告10萬元招保 而日籍被告5000元招保 兩人都被限制出境出海 目前案件進入調查階段 是否有其他不法情勢 仍持續追查 這位朋友仰文豪台北報導